我可能在这部戏中 会 更多一些领导性的作用吧 比如说平时我会组织大家一起出去吃饭 一起出去聚餐什么的 当然是我卖单了 对 因为我觉得大家在一起拍戏 除了工作的时候 一起出去吃饭什么的 就是能让大家更加的了解 了解彼此 就在拍戏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有默契 刚刚很多电话里面就是 和这款很甜蜜的戏份 那拍的时候NG的多吗 然后会不会尴尬会不好意思 没有了 其实大家在拍的时候 这些方面倒还好 对 NG的话也就是自己的状态 可能不会特别好吧 也不会有尴尬的什么 对 那你以前大学里面 在学校的时候会带女生一起进行车奖吗 我在军校 我在军校的时候不允许 对因为我是军校的嘛 军校学习 所以那个时候 军校的管理其实挺严的 也不让男女生说话 啊 就是最多我走在校园的时候会有一些 喜欢自己的小师妹 回来围观 对 那你觉得这部剧是补足了你的青春期 享受了一下 享受了一下 真正的体验了一下 在大学这种环境下 该怎么样跟喜欢的人相处 嗯 我首先听到这样的评论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 对 但是我希望 呃 在影片之后 在放出的时候 嗯 大家会有不同的感受吧 对 可以看到 我们更多就是 在感情方面更加细腻的地方 对 真正的是在演一个角色 嗯 呃 那年的时候 你们会觉得哪些戏份是比较难揣过的 其实在演感情戏的时候 自己 做了很多的功课 对 也是 小说是 必须要看的嘛 也会找一些影片什么的去借鉴一下 那最主要的还是 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很重要 一定要专注 对 专注于自己演这段戏的时候的情感 对 你当时借鉴哪些影片可以透露一下吗 嗯 好多啊 就是 比如说那些 爱情片 对对对 国外的什么的 嗯 那有没有什么 一个形象是你借鉴过的 形象 比如说 国外电影中 什么角色 借鉴了一下 心不了情吧 对 里面的角色 对 其实我下个月的影片 就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我在剧中是饰演的 饰演的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角色 那 那个角色名叫毛十八 对 就是我呃 这么长时间以来 第一个演的就是没有那么男神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很接地气的 对 那会不会觉得自己的颜值这么高 然后会阻碍一点自己接近的角色 不会吧 我觉得 我觉得自己有很多面 也有很多不同的状态 可以让导演 可以让导演去挖掘 而且自己在没演每一部戏的时候都会 都会是不同的一个状态 对 不会完完全全还是老老的一个样子吧 对对对 其实我在演影片的时候 我在演就是这种小说改编的作品的时候 我的最大的给我自己的一个要求 就是一定要还原原著中的人物的性格 对 虽然可能呃 观众们会有时候看 就是说呃 毕竟是影视作品嘛 就是好多人都说什么呃 面摊啊 什么这种话 但我觉得对于作品 就用小说来说的话 一定要去还原它 对 嗯 当然会有看 对 当然会有看 我曾经演张启麟的时候就 就有看过 对 那个时候大家也会说 呃 是一个面摊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自己也很不想演成面摊 但是 就是 因为看过原著嘛 那个角色就是那样的 对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话 那 也不能让自己突然就是 可能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就 加一句什么样的话 就 也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肖娜 是 这次 我演的一个非常过瘾的一部 呃 一个角色 嗯 他的人物的性格 他从前期到后期的不同的这种阶段性 他的 对于感情的这种把握吧 我觉得最后观众看的时候应该会 很甜 而且会 很小说 嗯 还是不敢给自己打分 嗯 自己也是在尝试不同的 角色 尝试最 最适合自己的 打分这件事情就交给观众们吧 嗯 嗯 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呃 颜值高 比较年轻 脸人和眼睛 没有那么的好 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呃 看法呢 其实 每个人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 对 呃 可能我们都是非科班出身的 但是呢 大家都有好好的在每一部戏 每一部作品中去锻炼自己 去积累自己的经验 对 对 我不能说呃 就是每一个人从小就开始就会演戏啊 这就不可能的 所以说积累经验和你自己在生活中的阅历 是你能够慢慢的去演好每个角色的基础 对 这次是有给电视剧当中有有现场吗 那以后没有计划说出一个EP之类的 哦 那个那个事情实在是太专业了 我还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我觉得现在还是以演员为主吧 对 毕竟自己是个演员 对 那些是只是 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唱呃 自己作品中的一个歌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可以把我自己想要在剧中体现的那种感情的感觉 一起唱出来 对 我也觉得挺满足的 对 都满意啊 我觉得是我的粉丝 我的哪一个部位他们都会喜欢 哦